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是真诚 是吧 首先是真诚 我觉得你现在这个年龄 这个年龄的话 其实我觉得你应该去 如果你被组织家庭的话 你应该去相亲 排脱 你应该去主动一点 因为你 是不是 但是不要说我一定要赚到很多钱才去排脱 我一定要回到我很富贵的时候才去排脱 写的这样找对象好多 其实不是这些 婚姻的真谛 婚姻的什么 真谛 婚姻的真谛 本质 我还真没思考过这个问题 我思考过佛法的本质 生命的本质 但是婚姻的本质是什么 我就是说圆嘛 我欺负你圆嘛 所以我不知道 我就是说圆 是在哪里 或者是说婚姻的真谛 我是我的角度了 很多人每个人都能说出婚姻的意义是什么 因为大家都有体验嘛 每个人都有结论 我的角度是说婚姻呢 就是两个自同道合的人相伴走完全程 反正你总是要走完你的一生的 是吧 有一个相伴的人 你愿意的话 有一个伴侣去陪你走完全程 至于师父在一起怎么生活啊 他是要生活的 他是要传组绝对 或者那是每个人的不同的理解了 他是只是你生命中的一个伴侣 那就是这样子 至于说你在这个伴侣陪伴你生活的过程 你对他有多少要求 他对你有多少要求 或者你需要他为你付出多少 他为你付出多少 那每个人不同 因为你生命的境界不同 所以你对伴侣的要求也不同 但是我介意你 就是但很多我觉得女孩子呢 在这个年龄去结婚啊 就是啊 他考虑的很多第一次 就是说可能各方面条件要相配啊 就是说要么就是说怕离婚 很多时候去万一结了 歪了以后不爱了 或者怎么办啊 这些都想多了 如果你准备去结婚的话 就不要怕离婚 知道吧 嗯 就是说很多人 婚姻就是实在在心里 能过日子嘛 嗯 那你就是你一个 就是说 你一个人也能过日子 是吧 但是他要同工不定地 他要行个搬车去 我要整部剧 还有一个想法 是要搬车去 是吧 商量就来嘛 商量就来 今天听他的 明天听你的 是吧 看谁 或者是你听他的 或者这个 这个不重要吧 这个我觉得不至于说 这种事情是吧 大家商量呗 因为有了伴侣 就是为了商量这些事情的 是吧 伴侣在一起 大家就商量嘛 因为不是你一个人过日子了嘛 一个人过随便了 是吧 今天看心情了 我想起车就起车 我想开车就开车 是吧 但有伴侣了 你说你 我今天心情不好 我要开车 我今天心情好 我要不走 是吧 伴侣说不行 我想我今天心情不好 那就两个人要互相体谅嘛 是吧 相近如宾嘛 古时候不是有 相近如宾是 就是说不管你结婚多少年 你的妻子丈夫 都是你的宾客 客人 就像宾 就是相近如宾嘛 都是朋友嘛 都不能突破很 一点底线没有 两个人 你说 就是说 第一情况就是说 就是要有很多不同的语言 嗯 嗯 最好是两个人尊求相同 我觉得共同语言 这回事也很难 就是 那有时候 我们现在都互联网 有的可能找了个 国外的老公 或者 有时候共同语言 我觉得 就说三个人一句 很难的 很难的 这个你要是 你要是 你要是条件这么 这么 瘸的话 我觉得你想的太多了 如果是 你是只是想结婚 那你还得 你这个要求还蛮多的 想要爱情的话 或者是 那你最起码你要看上眼吧 是吧 那看眼那一刻 其实头脑是不考虑太多条件的 很多人 甚至都 不知道他是什么 但这个人坐在这 你就看上他了 是吧 然后呢 才问说是你家在哪里啊 或者很多条件 如果先考虑了很多 先把他条件什么 全搞清楚了 然后坐在那说 我准备跟你过日子了 这种 这种一般都是 我也不知道 这算不算好严 这是找啥呢 是吧 有些事情 保姆也能搞定 终点工也能搞定 什么 随便找个人 都能帮你搞定的事 是吧 过日子这回事 一个人能过日 还是演员是最重要的 演员 是 那首先是感觉嘛 是吧 那首先是感觉 而且当然也有自轮到和你 日久生前 一起去工作 生活啊 大家在一起好朋友 或者处处的 处处爱情的 都有可能 我觉得这些 大家都比我懂 我发现 你不行问问身边的闺蜜啊 这些人家 大家都一大堆 用佛学的角度是 诸元必尽空 哈哈哈 生生世世 我们有太多老公老婆了 生生世世 好多的缘 知道缘是吧 那有缘我们才相聚嘛 很多人都是缘分 缘分 那你的老公可能就是 看你看 你觉得他多好 是吧 不一定他 就是大家在一起 你要结婚 你不是当下觉得好的 可能三天以后就打 打吵架 打架可能就不行了 是吧 那个缘还要相处啊 大家有些时候 不是你一味的迁就 比如这个老公说 佛法那边是 每个人在一起 是有因果的 知道吧 他是因因果果 语言这些角度来谈的 就是如果来了个要在的 你对他再好 他都看你不受缘 说去老师 逆缘嘛 两个人逆缘 收缘的话 他就互相报恩啊 或者就越出缘 但毕竟我们是 有时候也可以把逆缘 转成善缘的啊 你比如你一味的 宽容啊 理解感动 但是呢 你感动一个朋友 可以 但感动丈夫和妻子 不见得 因为你感动的同时 还有要求 你感动他是为了他爱你 知道吧 但你感动一个朋友 你只是说感动 让他不悦恨你就行了 但是你感动老公 你还感动他的同时 还希望他爱上你 知道吧 这个要求更难 他可以不怪你 不怨你 一个朋友说你 你做了对不起他的事 你去感动他 做了一件善事 那个朋友说原谅你了 哎 你就心满意足了 对你微笑一下 你就很高兴 但是如果是老公 你做了很多事 你去感动他 他说原谅你了 但他还不爱你 他爱上别人了 你更生气 知道吧 是吧 所以对朋友 不是感动可以达成的 嗯 在佛皇的角度 朱元毕竟生生世世 我们现在也都忘了 可能过去生生世世 有很多白头到老的 可能我们经历过 很多白头到老的 三门海市的 说是海苦实乱 不变性的 真是见了面 任都不认识 因为你真的没那个能力 知道吧 你不见了面 上辈子是你老公 你见面不认识 知道吧 几乎很多人在情感里 都受伤 爱情这件事啊 就很多女孩子 都受伤害 是吧 嗯 你还没受伤 看出来了 没什么 就是这样 反正你问这件事呢 这件事我觉得身边 你喜欢 你愿意去做 那就勇敢的去吧 愿意去做 也不要想的 你目标是白头到老 就是 指指指手 与指白头的那种目标 但是中间离婚也不怕 要有这种勇气 不能结婚啊 就想的那么长远 那最近可能 开始很好 可能三个月五个月 就不好了 谁知道呢 啊 最终我们还是一个人 走完全程的 最终 因为不可能 同年同月同日死 只有一天 你会有一个人先走 就算是两个人恩爱不断 到最后 还可能是一个人先走了 是吧 死的时候 有的人 老公或者老婆 歇死十几年了 另一个人 要独自孤独的走完 十年到二十年的路 他也不再结婚了 或者也不好找 合适的 因为老公 老公前面那个老公比嘛 所以找不到更好的了 所以 谈不上这个婚姻是吧 是什么样的 说有一个定论来去说 但是一生 人的一生 总是一个人 七条圈生下来 最后一个人去死 死亡 是吧 那是路上 那个老公就是个 老公老婆就是个伴侣 知道吧 你不能要求太多 要求太多肯定 生活会有很多的碰撞 不能要求 也不能要求 他时时刻刻 就是说 爱你啊 或者是呵护你 这个也可能不大 有很多时候就说 我这里 我想找个老公 让他呵护我 爱我啊 帮我干这儿 帮我干哪儿 真是没必要 那样子想 你找个终点工就够了 是吧 找个是吧 找俩保姆就足够了 是吧 还省得你叫干啥干啥 不用气 不是那样 如果没找呢 刚开始找就是想 想找个老公 让他怎么爱你 怎么对你好的话 肯定错了 如果你要是说 找说我怎么去爱他 怎么去奉献 对这个世界 对每一个身边的亲人朋友 如果他是我的朋友 我应该怎么奉献 如果他是我的亲人 我怎么奉献 如果他是我老公 我对他应该怎么好 你这样想 你会找到 一开始就想 他爱我 那你很难道 你怎么爱他 是吧 你怎么要求他 不要想 你怎么要求他 你怎么爱他 你应该怎么样 平等地去对待 身边的每个人 是吧 你的老公就出现了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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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